川普即將在明年一月 正式就任為美國總統 為了迎接川普時代 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 特別在紐約喬教中心舉辦了 美國總統大選後的衝擊與挑戰論壇 邀請專家和學者來分析川普上臺後 可能會出現的政策走向 這場由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所舉辦的 美國總統大選後的衝擊與挑戰論壇 邀請多位專家學者媒體人前來 為社區民眾分析未來川普政府 可能的政策走向 其中會計師杜宏欽表示 川普的新稅法提議將會是美國十六年 來最大的稅法改革 除了降低稅率 也取消歐巴馬在任時增加的附加稅 年收入在四點八萬至八點三萬 美元的納稅人將會少繳 大約一千美元的稅 而位於社會頂層 年收入在三百七十萬美元或以上的人士 每年將會節省一百萬美元的稅金 另外在移民控管方面 律師邢天行表示 應該不會有太大變化 不過川普反對TPP的立場 駐美投資貿易處主任林家裕認為 將可能衝擊臺灣的成衣貿易 但在電子相關產業上沒有太大影響 我們在川普雖然還沒有上任之前 我們學術聯誼會 藉著這個機會 請了我們紐約區 大紐約區有名的專家學者 跟大家來介紹 川普他的新的政策 我們大家以一種期待 鼓舞歡欣的心情看看 川普會把美國帶到一個 什麼樣的繁榮 強盛的地方 研討會上多位專家學者 就川普屬陣後的區域經濟整合 移民政策的不確定性 華人對選舉的態度等議題 進行了分析預測 幾位專家表示 今年從英國退出歐盟 到川普的上臺 都是民粹主義抬頭的結果 華人必須要更加積極參與政治 用選票彰顯力量 不要只是做主流政治人物的提款機 談話題是楊麗 美國紐約采訪報導 好